來 三位看一下中間的攝影機 好 三位請轉向左下角 哇 很跨十年的時間 三位是一個高中生在校園霸凌 這個我們女主角到底是什麼樣的糾葛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囉 三位轉向右下角的攝影機 好 謝謝 那首相當厲害的小豆 孫可芳 這是小豆的第一部的大一部電影作品 小豆片約不斷 曝光度超高 形象多變 這一次在片中很辛苦 一直被嗓巴掌 還吞嘔吐物 多麼的犧牲呢 多麼的痛苦呢 等一下好好請小豆來聊一下 謝謝 又能編劇 又能演戲 而且這一次在仲邪當中 我看完之後還不知道她是潘知名的耶 多麼的突破 她是演一個巨乳的爆紅網紅 相當厲害 等一下請她來現身 用那個網紅的姿態跟大家聊天 接下來歡迎的是 IBI的超強女團的團長 Kimi 陳希宇 是的 也是很令人驚豔喔 完全不知道Kimi竟然是第一次演電影 表現超級自然 而且霸凌人也霸凌得很自然 想必當初在球鞋階段 應該是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喔 再次黃線下方的攝影機 從來不看鬼片的男女主角 居然勇敢挑戰台灣正宗恐怖巨作 縱邪的演出喔 相當令人好奇 他們面中是一個交往大概很久的男女朋友 到底有什麼樣的糾合呢 到最後看了就知道 兩位轉向右下角的攝影機 哇 曉曉今天盛裝出席 彷彿參加一個頒獎典禮 非常的優雅美麗 好 兩位再看一下中間的攝影機 好 兩位一起轉向左下角的攝影機 三位女星 到訪女星 這一次晉升為新一代的鬼后喔 在片中呢 因為男友拍攝重若重的儀式 意外揭露埋藏十年的秘密 好像沒有暴雷吧 好 新一代的鬼后 大量的哭泣令人相當的讚嘆 尤其有一場這個重鞋的戲 到底怎麼演得這麼像真的重鞋 好好請喬喬來聊一下 令人驚嘆的演技 而且他片中哭的量呢 應該已經超過熊腰阿姨連續劇 一檔連續劇所有的量 哭得太嚇人了 太精采了 謝謝夏語蕎 小蕎謝謝 接下來傑森 周神恩 我們來展開 傑森影視歌三期 在重鞋當中視野帥到分手的靈魂人物喔 儲心機率 求名求利 卻捲入一連串的恐怖事件 好 看一下左邊的 你看喔 右邊 好 我們請瞧瞧 再回到舞台上方 請兩位鬼王鬼后跟現場的 所有媒體朋友們 打聲招呼 靈魂人物喔 儲心機率 求名求利 卻捲入一連串的恐怖事件 好 看一下左邊的 你看喔 右邊 好 好 好 預祝重鞋票房圓滿成功喔 哇 八千萬我們就有種子吃囉 所有移民們加油 來 一起看一下左下方的攝影機 是 來 一起轉向右下方的攝影機 好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儀式囉 歡迎大家隨著眾鞋與鬼同行 來 一起看向左下角的攝影機 好 一起看向右下角的攝影機 是的 謝謝所有貴賓 請先回台下稍多休息一下 好 到底這十年 發生了什麼樣糾集的情感故事呢 我們真的一句話都不好說 看了電影就知道 來 三位看向中間下方攝影機 好 我們來 來 三位轉向左下角的攝影機 好 三位一起轉向右下角的攝影機 還不知道其他組合 對 那我們就很偏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 電子運動 連綁的時間 連綁的時間